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孟加拉人對上 敗戰庭人 這場地圖是阿拉伯比賽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圍11點鐘方向是敗戰庭 敗戰庭的話 他的戰毛兵跟長槍兵 這個招架都是全遊戲裡面最便宜的 所以他打垃圾兵戰術是最強的我覺得 打消耗戰 他應該是不會輸給其他國家的 那敗戰庭除此之外呢 他的火戰船也是非常的猛 這個攻擊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他的海圖也是相當熱 尤其是這個有木有海的圖 他也是很常出現的一個文明 那在一些賽事裡面 敗戰庭也是打這個半海圖 也是打得風生水起 可以打到一個不錯的壓制 而且他擁有全遊戲上帝龍時代 速度最快的一個能力 所以敗戰庭單TC上強奴打 帝王時代強奴跟巨型投石機的這個戰術 是非常的可怕的 很難擋得住 好 那他的建築生命軸也是特別高 所以在前期你要掃到他的建築是有點困難的 他血量是比別人多 大概40%吧 到帝王時代的時候他的城堡跟TC 他的血量就跟鬼一樣 好 那半戰庭除了之外呢 他還有這個 免費的瞭望技術跟城鎮巡邏技術 所以他的這個視野比較好一點 就是比較不容易被弄爆 你用房子蓋當牆用的話 這個視野比較遠一點 也比較能可以看到對手在哪裡集結 所以你遇到半戰庭的時候 如果你要開什麼大招啊 你這個插箭塔跟野BK 或者是修道院之類的東西喔 可能要藏起來 不被別人看到的時候 最好是要蓋遠一點 因為蓋太近的話 他封建時代一到 這個遼用技術就會有 那就會很微小 如果一穿幫 你的前置大招就爆開了 好 那我們來看四點鐘方向 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的話 他的村民也是蠻特別的 他的村民 算是人口可以減少的一個能力喔 只要點下金罐之後 是金罐還是銀罐 應該是銀罐 還是金罐 這個我要想一下喔 除此之外 他的這個大象 也是非常特別 以用抗招牆的能力 而且抗招牆之外 他這個 受到額外傷害的傷害 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 所以這個孟加拉人 他的大象算是一個混合體的一個 大象文明 除此之外 他的相公也是相當推薦 那只要點下派這個科技呢 就可以讓他的這個大象 所有的攻速增加20% 那聽說相公也是可以吃到的 好 那 更正一下 應該是他的金罐 這個大佛神 大佛神像 這個什麼 大成佛教 這個科技的名字蠻特別的 大成佛教 可以把這個村民的 戰略人口的數 減少10% 假如你的村民有100村的話 那你點下這個科技之後 你的 雖然你有100村 但戰略人口只有90村喔 所以孟加拉人喔 達到後期喔 可以騰出大約 大約多15個人口左右 其實跟這個 哥德人力差不多 哥德也是到地龍時代時 最高人口會到達215人口 那孟加拉人點下這個金罐科技之後 有點像是這個能力喔 大概直接加15人口左右 所以打到大後期喔 如果你大象多出一點 對手會很難受 因為你一隻大象也是佔一個人口而已 不相信啦 爭霸什麼一隻坦克到兩人口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4E帝國裡面喔 每一個單位就是一個人口 所以只要騰出15人口 就可以多比別人多出一點單位 或是村民喔 那這個經濟差距就會拉出很明顯 好 拜登庭這邊決定要打雙棒棒 跟一次樓進攻 那雙棒棒一次樓進攻的話 我們之前影片有常常講到 兩棒的話 雖然不會常用經濟 而且不要再挖10塊的黃金喔 但是可以前期有效的去燒到對手 但確定就是喔 這個殺傷力可能不太夠 但是他這邊扣得很好 一直利用這個高低喔 一直高打低 把村民打到頭破血流 哇 他一直利用這個小小的斜坡打 哇 這個有點猛 好 那什麼是誤會勝利不夠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硬打起來的時候 三四隻村民喔 可能是可以打得贏這些部隊的 因為一隻棒棒的攻擊 只有四滴血 村民是三攻 但是他有基本易防 但是民兵也是只有易防而已 而且是遠防 所以他的一個防禦力來說 算是比較差一點的 還是進攻 進防 感覺有點忘記了 應該是進防 講錯講錯 好 但是孟加阿倫也是棒棒 雙棒出擊 然後刺猴 然後這邊是五個人柴果有點多 好 在這邊明確的去燒得到 那在場的對決 是2200分的一個高端對決 好 也是非常高分 好 兩邊都上了 封電時代 但孟加阿倫喔 這邊是比較早上一點 雖然果樹剛剛這裡被敲到有點受傷 那這邊決定要把這個路喔 敲一敲 把路殺一殺 那讓孟加阿倫喔 這邊吃路不成 OK 那果樹這邊還是被燒了 刺猴要不要來卡下位呢 還是要直接硬打呢 好 這邊孟加阿倫有可能是想要上裝甲嗎 但兩隻上裝甲有點虧了 而且也沒有挖黃金 現在挖黃金有點慢了 你要把儀上銅箭就直接升級了 所以這個裝甲阿 可能會想下飆升喔 好 這邊又被扁一下 但這邊右邊的棒棒已經開始回舊了 打不到 快跑 欸不行 你真的要跑了 好那決定了 看到棒棒回舊 這裡應該是沒有打算上裝甲步兵了 直接棒棒換掉一隻就不錯了 那這邊刺頭互打 這邊敗戰提利用高地打低促的一個效果 順利的把對手孟加阿倫的刺頭擊摧 剩下4滴血 看來只能撐一刀了 好 但孟加阿拉這邊家裡已經轉出了自己的工兵 那有持續在挖黃金的情況下 應該是會打一個單軍營 那應該是不會下馬就 除非對手戰毛兵按太多 我才有可能去考慮下這個馬就 好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好兩兵都在做偵查 工兵 工兵砍戰 可以工兵到對手家裡 看到毛兵 毛兵撤退 那這邊就是孟加拉的一個局 要不要下馬就 要 看到毛兵的話還燒下馬就 這個就是世紀帝國時代的一個理解 你看到對方的毛兵 如果真的太多的話 你最好是下個馬就 出個一兩隻的落馬 壓壓金 不然對手很有可能 會直接用毛兵直接燒到你家 到時候你的經濟就更得不偿使 所以投資一些刺猴去換取防守 我覺得是不錯的 好那這邊再加速一下 那兩兵又在 你農我農 OK這邊應該不會打起來 這邊打起來就太魯莽了 刺猴刺猴繞一下 但這邊毛兵的數量有點多 所以這邊刺猴的數量 可能要再想一下要不要再按 好三隻直接硬砍 但是這裡有長槍兵 所以直接把工兵全部縮掉了 把這個刺猴給逼走 刺猴只剩下一隻 毛兵數量還很多 長槍兵直接捅爛 好這個問題就來了 如果剛剛沒出刺猴的話 這一波兵會更早到這個前線 更難防守 這邊想要直接圍出一個防線出來 好那這邊決定 就要這樣子圍 把這個木槍圍圍 但是這邊已經快要上到城堡時代了 但是 孟佳阿倫還是有在出攻兵 好看一下這波進攻 毛兵走得過來 刺猴開打 但是後面有一隻村民來圍家了 後面三隻長槍兵過來 看來是要撤退了 沒有要硬打的意思 好忘記阿倫這邊點下二級射 跟這個奴兵的升級 還有這個二級農田跟二級伐木 好 那自己喔 開下了3TC 準備要來暴農一波 前面這一波喔 是要拿來送的喔 並不是要拿來真的 降尾打擊喔 而是真的要拿去送 好那這邊 毛兵升級也快好了 戰毛兵升級 準備 1 OK二級攻也好了 那這邊 毛兵可以用甩的方式 可以甩到這些刺猴 沒什麼太大問題 只要聚夠近的話還是可以甩掉了 這邊長次喔 去直接硬吃奴兵嗎 好往上走 是我會往前走 我是在毛這一方 我也想要往前走 直接硬吃喔 這個數量其實已經夠多了 而且又在自家領地上 然後只要上這個高地的話 奴兵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受 你看這邊阿 再聚集一次的話 可能會來不及 好投 再投 再投一下 再繼續投 也沒錯 就是這樣走 直接硬吃 往前走個幾步 還有讓這個毛兵 這個最小射手 沒辦法順應的射出來 把他這邊 毛兵上的時間有點短 有點慢了喔 還有這邊還損失一隻村民 有點可惜 那這邊阿 孟加拉也是蠻聰明的 趕快去找這個殘血村民去硬點 還確實讓他真的點到一隻喔 好 那這邊 看到這麼多毛兵之後 孟加拉人可以考慮 轉出這個BK 或者是騎士 去做一個反制喔 BK的話可以出頭石側 或者是出這個奴炮 或是直接出騎士也可以喔 但是孟加拉人喔 他這個文明是沒有騎士的 所以呢他這邊如果有馬舅 他也只能出這個 輕騎兵 或者是像 呃大象 但大象來說 是不太可能追得到這個 戰毛兵的 所以如果你要出輕騎兵的話 防禦也是要點一下 那這樣投資成本可能就會過高了 所以 由此可見喔 孟加拉人如果真的要防守 這一坨的一個 戰毛兵的話 投石側或弩炮 是最佳正解 好 這邊的話也可以考慮喔 去挖石頭 把城堡拱前尬 讓自己的防線 變得更寬廣一點 那城堡的話可以考慮 蓋這個地方 這邊會比較好 這邊可以守到兩塊金礦 雖然有點偏小低處 但還可以 好 毛兵過來 直接騷擾 直接搓石一村 兩邊都在開農喔 所以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不然農的這段路程 可能會有點 boring 往前 這一坨空兵 再度往前 給壓力 想要施壓壓力喔 這邊果然是出了投資車 那看到投資車之後呢 就要趕快撤退了 欸 這邊有洞啊 哇 這一村可能要被收掉了 欸 結果這個村民走位很風騷 哈哈 直接扯回TC了 然後家裡有按下戰毛兵的升級 然後出一隻戰毛 輕鬆解掉 好 這邊想要用戰毛兵去秀投資車 投資車也殺掉了蠻多的戰毛兵 投資車雖然爆了 但是家的戰毛也出來防守 好 看起來孟加拉人這邊 有一點 有一點猥瑣 好 自己農得蠻開心的喔 然後也順利上到了地龍時代 好 沒有跟對方開戰 自己也是 轉出投資車防守 防守來說還是可以的 那發展體在邊上是選擇 戰毛兵加上投資車的一個進攻喔 那對於這個奴兵喔 也是相當的傷喔 但是奴兵有個優點喔 就是射速快喔 如果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反制這個投資車的 好前提還是要躲一下這個投資車 逼陣一下 去躲一下投資車的一個傷害 欸這個沒躲直接踢地板 哇踢到了 直接殘血 好這邊想再來補一炮 好 踢地板 踢錯位置 哇 這邊是個預判他踢的位置耶 好厲害喔 欸這個有點狠啊 這個投資車 直接踢兩個地方都是 預判他會踢的位置喔 這個 這位選手也是蠻厲害的 這個要預判對手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 好孟加拉這邊有決定要來前置一下這個 校戰 好看一下對手到底在搞什麼 後面有一隻天空熊在追一個南村民 天空熊大戰南村民到底誰會贏呢 還是天空熊落敗了 直接躺在地上抽 好那後面喔 欸欸欸欸欸欸 這個在幹嘛 喔這邊有一個投資車 喔砸掉了喔 呼喚 我剛剛想說怎麼會有 後面的投資在炸 原來是這邊啊 孟加拉蛇身一級喔 也要換掉對方的投資車 自己的兵也是送的差不多 這邊突然有個城堡 敗蛋已經覺得 幹怪怪的 右邊這個角落地帶怎麼會有城堡啊 這個不是你家的邊邊角角嗎 城堡怎麼就出來了 這邊有很多的毛兵 還有一隻騎士 這隻光兵在這邊在騷擾 但是這邊牆紋要直接硬上了嗎 哇這邊射的很痛 騎兵想要賭箭矢 但是有彈道血喔 射的還是很準 直接射掉了騎士 好兵過來直接走進來 但是騎士在這邊看 騎士一直砍一直爽 但是沒有長槍兵 所以這邊騎士可能會打一陣子 好那這邊 壓算點下三級伐木跟化學之後 然後這個手推車 找個機會點 不然今天會很慘 好但是半戰條 這邊已經優先點下這個手推車 帝王十大也在升級 不好意思喔 我這邊更正一下 拜戰艇不是升級速度快喔 是這個升級的 食物量很便宜喔 有點記錯文明 那他這個速升 速升拜戰艇戰術 也是很早期的一個打法 因為他升帝王十大只要600多肉而已 所以他升帝王十大也沒什麼太大的壓力 好 呈現這一個 強奴 一定打 頭子車砸下去 直接落賽 頭子車打強奴 就是這麼好用 頭子車打戰毛兵就是這麼好用 但這個頭子車是孟加拉人的 好 這邊前線想要他的祖金喔 但這邊有一個六萬塔 還有城堡 所以手把還算不錯的 好 這邊點一下 安息人戰術 哇靠 這邊突然在出相公啦 好 呃 孟加拉相公是非常強勢的 那他這個大象當然可以減少25%的額外傷害喔 那他這個毛兵打這個大象的話 傷害也會減少25% 長相兵也是喔 那這個相公會怕的東西就越來越少 而且他本身大象也有抗招想能力 所以如果看到對手的 三女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反制掉的 畢竟對手的到場數比較慢 反制一下還是有機會殺得掉的 那這邊還點下了平走跟跑速 噴動技術也點下了 看來這邊要城堡大象一波了 這邊填越傻越多 但這邊可以考慮拉個十搶喔 這邊也是 那這邊可以再插一個城堡 好可以守一下這個祖境 有點城堡連防的感覺 但是現在可能沒有這麼多餘力喔 而且也沒有時候可以去插城堡 好家裡這邊 他在決定要出些炸毛在家裡防守 那大象應該是要往前壓了 家裡開始產毛兵的時候 就是大象往前退的時機 好半戰艇垃圾兵還要開始發威了嗎 非常多的垃圾兵開始衝出來 在毛兵的造價非常便宜 到帝王時代的造價 可以減少25%的費用 那順帶一提喔 半戰艇的駱駝的造價也是很便宜的 應該是全遊戲最便宜了吧 沒記錯的話 他天生就有這個駱駝-25%的一個能力 所以我喜歡玩半戰艇喔 如果不是打一個樹地牆爐開的話 殘暴時代對方爆太多騎士的時候 我就會出駱駝 那也是很有效的反制 重點是造價的便宜喔 很容易爆得出來 然後上帝王時代 中中下了之後 他可以考慮下這個 戰毛兵的升級喔 就一個駱駝壓制騎士 然後對方轉攻兵 你就出戰毛兵喔 反正你戰毛也便宜 所以半戰艇會這麼多人用 也是這個原因喔 就是他的一個 克制馬國的效果是不錯的 比較算是沒有那麼高分段的玩家們喔 會常遇到馬國 那半戰艇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重點是 玩家玩到後面喔 很容易打到沒有這個黃劍的時候 就可以打這個垃圾兵戰術喔 非常好用 但是這邊要點下派了 點下派之後 孟加拉的一個 相公攻擊速度 就可以提升 20% 然後這邊駱駝 加上前騎兵 直接上了硬砍 而且這邊有非常大量的一個 戰毛兵在後面抽射 這邊 相公血量開始慢慢掉 但是血量還是很多 哇這邊駱駝的出量太大了 這邊開始甩弓喔 畢竟駱駝的遠方還是比較低一點的 射一射還是可以射得掉的 可能相公的出量還是要 再激斬一下也比較好 這邊這樣還是有點太少 可能再到了三十幾隻的話 才可以激活 一次激活掉一堆駱駝 然後這邊駱駝直接去抓 孟加拉的一個戰毛的位置 戰毛全速倒地 但是大象的這個 人肉城牆還在這裡 喔不是人肉 大象城牆 相公的出量越來越多 來到了二十五個七隻 這邊有孟加拉 還是有足夠的實力可以繼續出 畢竟前期沒什麼開戰 存夠了很多資源 科技也是直接上到帝王時代 好那點一下金罐之後大佛 這個我一直念錯喔 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點一下之後 又可以騰出人口 聰明的人口有一百六十村 所以意思是說呢 他可以獲得十六人口 一百六十的十Percent 就是十六 那他這邊騰出十六人口 又可以再出十六隻大象 十六隻的一個相公 相公開始射射 好這邊肉馬 直接爆砍一波 怎麼辦收穿沒有出長槍兵 只能用青騎兵防守了嗎 青騎兵工房也沒有滿 這邊三房才剛好而已喔 要對抗匈牙利 青騎兵有點痛苦 但是還好 目前拜登庭他的青騎兵 有四秒平總 所以他的駱駝喔 血量也是會少一點 算是一個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不然拜登庭的駱駝是非常便宜的 這邊果然沒有圍這個死牆喔 敵人還是很容易犯精進 好打槍過來追駱駝 感覺有點怪怪的喔 是我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駱駝 大象去前面B站 當然這很有可能會換成一個結果 就是他來換我家我換他家 但是我換的比較慢喔 因為相公推進來說是比較慢一點的 對方有一個駱駝機動性的部隊喔 可以殺到非常多的村民就像這樣子 大量村民直接全速原地暴斃 但右邊駱駝也還在追擊 好家裡這邊青騎兵漏了一些進去 發展體的家裡 好 直接逼到TC一下 結果這邊有大象還是要往前推進 四台巨頭要開拆了 那家裡要怎麼防守呢 這個就是我剛剛的問題喔 是我的話我會往前推 但是家裡要怎麼守呢 靠大象嗎 要出一點大象嗎 那如果莫非大家出大象的話 也是可以找也是有這個精銳戰象 三級房三級弓也有 那這個投資者們實在太高了 這邊大象直接肉身驅擋 對手的駱駝進攻駱駝也是 倒得非常快速 但是駱駝打大象的傷害是很高 直接集火掉 打上這個戰毛兵的一個效果 並吃這個相公 那相公也是會怕這個戰毛兵的 那駱駝也是怕也是可以counter到這個相公的 所以相公這個屬性 我覺得真的沒有到5點 很多人說大象成型之後 這個相公成型之後是5點 但我覺得有點見聞見智喔 因為畢竟你出了這個大量的一個 重型投資機喔 或是大量的一個戰毛 或是大量疾病喔 上去直接硬戳喔 他也是會被戳到不要不要的喔 他有被你插到不要不要的 雖然他有這個降低傷害的一個效果這樣 但終究被換到後期喔 這個大象喔 很傷喔 那重點就是要撐到後期 這邊一堆肉麻直接衝進去 但是半輪體家裡有一堆疾病在防守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這邊中間看起來對孟家來說是比較好的 雖然家裡還是一直被戰毛兵 一直被騷擾的一個狀況 沒辦法好好的種田 但是這邊城堡也輸要越多了 這邊確實也該下一個城堡 好 這邊進攻 巨型頭司機 打不掉 兩台巨頭真是蠻吃力的 工程就是要三巨頭啊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這兩台巨頭就是給對方機會修得回來 好 那但是這邊孟家拉被殺的村民有點多 本來是160村的一個狀況 現在已經降至392村了 所以民宿非常不理想 而且前線也沒有偵派生鋁喔 在前線做一個補血的動作有點可惜 其實打相鋒的話 最好是用這個生鋁喔 跟隨的一個指令喔 跟隨這個相鋒往前會比較好 畢竟這個大象血量是很多的 很容易會有殘血的大象出現 那生鋁就可以增加它的效用了 好這邊選擇使用大衝車 直接硬撞這個巨頭實機 效果還不錯 好直接硬頂頂掉了 然後還可以吸引這些箭矢傷害 好在這邊衝車還可以裝這個疾兵 讓疾兵繼續支扣 大快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還可以讓疾兵下來 那疾兵只要上衝車 還可以增加這個衝車的移動速度 快速到達這個戰象的旁邊 那戰象只要一碰到這個衝車的話 衝車上面的一個疾兵 就可以下來對這個相鋒攻擊 所以大象這個單位 真的是弱點還是蠻多的 可能對於獻獸來說 真的是不會解 但是對於比較 老練的玩家們 就知道這個要怎麼克制了 但是半戰體們 這邊一直用弱火區塊 我覺得有點危險 我覺得用這個方法是最好 大衝車加上這個疾兵 直接上車 當老司機 把這個車速開滿 把人塞滿 把他開進去 然後直接撞到這個相公旁邊 反正我怎麼見只都是11滴嘛 對不對 怎麼剩你都是1滴血 那我這邊直接上車 直接硬頂 那你就是要撤退喔 那我就可以慢慢把你滴出去 那自己加紅就可以鎖住了 有黃金就有機會 那如果半戰體全出幾兵 加衝車的狀況的話 孟加拉可能會有點尷尬喔 畢竟自己是出一個輕騎兵的策略 好 孟加拉這邊開始反制上面的一個工程 建築單位 那這邊有幾隻相公 但自己的村民喔 還是沒有補得回來 剛剛只是幾村 要160村還是有點遠 那這邊的單位很大量 擊兵很多 來了 大衝車硬敵 相公 相公在反擊 後面箭矢狂射 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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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射光一堆的擊兵 迅速倒地 後面還有更多的一個相公 在後面集結 真命怎麼打 真命擊兵 直接戳浪 但是相公這邊的攻速很快 擊兵大量直接原地轉身 可能可以走三到異世界 我們再勾 好大量的一個輕擊兵直接上來 硬拆這邊的衝車 衝車沒有往城堡這邊點有點錯了 因為你衝車只要一往前 前方擊兵倒光的話 還是會讓這個 大象綠色這個 重型衝車 你這樣衝車往前中 這一波有打跟沒打一樣 然後輕擊兵直接衝車的傷害 還是可以的 哇 真的是尷尬 因為這邊輕擊兵的傷害量很多 所以打這個衝車的數量是OK的 好這邊這邊 烏光 哇這個相公五十隻了 當相公趨近於六十隻的時候 他真的是會越來越難打 這裡可能就是要考慮工程器的 投石車或是火炮之類的 欸有在出火炮 但火炮數量也是要夠多 大概要四隻 左右 還是五到六隻 五到六隻比較五 六隻的話 就有機會 應該是要八隻 大概八隻 六八四十八 或是七 對啊 因為一隻火炮是四十滴傷害 那三百滴的血量的話 就是 大概七到八隻的火炮 然後集火一個點 一個弱點 才可以直接秒掉一隻 相公 應該不是一種 是一群相公 那這裡半戰艇要 躲出這麼多火炮的話 可以利用這個大 半戰艇的一個 垃圾兵的效果 出大量的騎兵 跟這個 戰毛兵 直接正面硬扛 會更好一點 那這邊 孟加拉 現在要做的一個方法 就是要趕快 突進對手的一個家裡 出到對手挖黃金 那這邊要趕快出這個 巨型投石機 去反制一下會比較好 但是自己家裡的木桶不太夠 這邊相公直接平A了過去 城堡在這邊 城堡射大象也是蠻痛的 畢竟是高地堡 哇 拜登庭這邊經濟有點爆炸 黃金一千多 但是沒有肉了 沒想到這邊 幾兵送到 不能再送的樣子了 這邊有一堆肉馬也是 在這邊直接送光 有新騎兵 跟相公那邊防守 相公數量已經來到了 五十八隻 這個有點太誇張了 這邊還是怎麼出奇事啊 這邊怪怪的 沒拜登庭有點不知所措 遇到大量相公 其實不知道該怎麼辦 還要用火炮嗎 用火炮的話 自己就不要再出巨型投石機了 你怎麼還在出巨頭啊 這時候並不是出巨頭的好實機啊 雖然也可以硬炸大象啊 但是效果並不是那麼好 趕快爆出大量的火炮 跟投石機才是重點 但投石機的話 射程又短 有可能被交換掉 火炮的話 還可以修個操作 你看這邊這一坨 只要火炮硬踢這邊 直接降為打擊啊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班蘭廷沒有更多火炮 可以做反制 這邊要直接手撕TC 有點噁心啊 這個荒野 直接射爆 好痛 但是沒有工程性的 孟加拉也是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辦 呵呵 我家裡也不需要防守了 但是現在沒有工程性 無法進攻 怎麼辦呢 大難題人 極力了 在家裡距離擠到200人口 準備要來再跟 孟加拉打一波了 但是這邊部隊的一個 血量噢 跟攻擊噢 是完全不一樣的 雖然人口是一樣的 部隊的一個品質 是完全差很多的 這個裝備的品質 真是不一樣 呵 人家的輕騎兵 是有品種 血量也比較多 雖然你有這個 大肉馬 血量也是可以補一點 補到75滴錢 大概也是終究 是少5滴啊 沒有品種 真的是蠻傷的 好 過來這邊要直接打色面嗎 欸 欸 你有點迷失方向了 大量的相攻 準備 要直接硬撕這邊TC的血量 但是沒有問題 敗戰體的 建築物的血量是非常多的 那TC的血量 最多的應該是敗戰體 那不是 是波斯噢 敗戰體應該是算第二名的 TC血量多的一個人 他的血量真是蠻誇張的 好 這邊直接硬打嗎 火炮在後面開始開炮 這邊有一些衝車可以來吸引炮 相攻開始有點難搞了 對於這種聯軍來說的話 自己沒有一個 舒服的輸出空間 可能會有點難打 這邊喔 可以嘗試考慮戰這個高地 但是如果戰這個高地的話 火炮就會在後面無情輸出 但是這個火炮卻沒有控好 一直在打青騎兵啊 打青騎兵一直在打空爆彈喔 火炮要趕快去硬點 對方一個大象 OK開始在點了 這邊 哇原來這一坨 這一坨大象 直接吃到很多的火炮傷害 但火炮數量太少 所以感覺效果並不是太好 然後目前相攻 更加相攻還有這個傷害截面 所以戰毛兵跟對方對撕 卻感覺上好像傷害很低喔 因為這邊喔 相攻還上了高地的關係 所以戰毛兵 打這邊傷害 又越再減少一點 所以整體來說 戰毛兵的傷害直接減半 那減半下場的就是 完全就是在搔癢 那孟加拉這邊 找到一個不錯的高地 反打 但他一直無情輸出 直接平A對手 這邊一直在輸出 但是一直在吃這個火炮的傷害 但火炮對於傷害也是蠻高的喔 所以這邊整體只要農出 大量火炮是有機會的 那這邊孟加拉爾 要利用這個清晴必要去硬解對手火炮 OK 雖然自己的大象 被這個火炮拆了很多隻的大象 但後面喔 火炮也是用這個清晴必要全速解掉 那沒有火炮 欸後面還有兩隻火炮 只有兩隻火炮的話 這邊拜登田進攻又變得比較少了一點 大量的一個衝車在前面吸傷害 那這邊喔 大象也是一直被衝車吸引到 好火炮這邊也是直接上來 直接撕掉 有三個紅青起兵喔 打火炮速度是蠻快的 好沒有火炮可以進攻之後 拜登田絕對要後撤了 但是後撤的話 自己的黃金礦又要被騷擾了 所以這邊也是有一場 不能絕對後撤的戰爭啊 拜登田這邊要進攻的話 最好的方式 要農出大量的疾兵 直接上去硬戳喔 好加上大量的火炮 那這要怎麼打呢 衝車直接上車 但是有點控不過來 直接在那邊追 但是這裡要怎麼防守呢 巨星頭司機可能會被拆 直接往後拉大象 想要來守這個巨頭 巨頭會被拆嗎 欸半陣體我在控嗎 好像可以拿掉一台 兩台可以嗎 有機會嗎 硬戳一下 戳一下 但是這邊喔 幾兵沒有三攻有點難戳 那邊霸戰艇的攻擊只有兩攻而已 怎麼辦呢 這邊黃金直接被拆爛 這是地圖上 最後一塊掏金礦了 這一塊黃金沒有了 那就 要出大事了 孟加拉人這邊食物量來到了非常可怕的一個境界 來到了六千多了 剛還有七千多了 84個農民 這邊直接爆大落馬 但是 孟加拉也是斷金了 現在只能靠買賣 獲取黃金 或者是喔 直接前置村民 來挖他的金 沒錯就是這樣子喔 OK那有 黃金的一個 這個 孟加拉的話 就可以使出這個大象 工程戰象 那工程戰象喔 聽說現在也可以吃到派的科技喔 所以他的工程速度很快喔 原本工程戰象的一個攻速就已經很快了 但是現在喔 就再增加這個20%的攻速 而且他也有這個抗招響能力喔 會有這個 減少傷害的一個效果 所以孟加拉的工程戰象也是非常 誇張的一個工程器喔 這邊可能巨頭出了三台喔 然後其他出孟程戰象就夠了 巨頭就是 給對手的城堡壓力 那工程戰象在前面喔 頂這些建築物喔 開屁戰 會比較好一點 好大象這邊 在頂這邊 孟加拉不知道無聊到底 這邊頂建築學了 肉要破千 我破萬了 怎麼辦孟加拉 我破萬了 10.1K 這站C肉肉就把對手淹死啊 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看什麼 大象還在頂 由於喔 霸彈體的建築物血量太多了 原本這邊應該是很快就推進去的狀況 但是 大象 實在是 要擠這個 血多建築物喔 還是要抵一段時間 把這個城堡血量 達到驚人的8100滴血 但是這邊喔 巷光一直在吃 箭矢傷害有點虧 而且這邊 炸毛還是在輸出喔 你看炸毛一直在打這邊的大象喔 血量還是掉滿快的 好 然後鱷駝直接上來硬砍 但是城堡最終也是爆了 沒有石頭可以修理 但是 這邊清奇兵只要移上來之後 這些戰毛兵 又有點難打了 原戰毛兵 是打不贏清奇兵的 但是沒關係 敗戰艇有大奇兵 重點是 這邊被交換的結果 沒想到敗戰艇的經濟 已經被早死殆盡了 肉量跟木頭 已經沒了 要逐漸歸離 但是 孟加拉 這邊還有一萬一千的肉 還有兩千七百的木頭 我直接用大肉馬 直接壓死你 可以了 前置馬就 也OK 怎麼打怎麼都OK 直接用這個大肉 直接用清奇兵 吃你的疾病也沒問題了 好 這邊大量的一個 鑽毛兵 要直接被肉馬 直接撕掉了嗎 這一波有點慘喔 這邊清奇兵直接硬吃 會很虧 但是孟加拉覺得 I don't care 反正我肉就是多 我肉破萬了 我跟你看我也沒差 好 孟加拉這邊可能要把自己的 相公往後拉一點 讓清奇兵 去做一個壓制 那相公可能要往前 然後去射這個疾病喔 不然這邊 清奇兵很容易 也是會死光 雖然死光好像也沒差 這邊補下更多清奇兵 後續支援 好 開始爆了出來 爆第二波兵 這個戰術怎麼有點像重組啊 心海爭霸 重組兩百人口 然後存支援 然後送第一波兵力之後 馬上補下 又爆成兩百人口 這個是心海的戰術吧 存支援爆第二波兩百人口 再繼續開戰 好 這個戰術喔 是 CD國比較少出現的 因為CD國單位 造架 蠻昂貴的 而且很難打到這種 超級大後勢 但心海爭霸就很容易喔 這樣子打到大後勢 然後爆出這種 大部隊了 怎麼後面想到包夾 應該是包夾沒什麼 太大問題 但是你要怎麼硬包呢 這邊 決定不包嗎 哇 這邊擊兵給的壓力還是很大 喔果然喔 出大量擊兵硬戳 比較實際喔 畢竟擊兵是可以 看到這邊的清奇兵 跟相公部隊喔 雖然戰毛兵可以跟對手換喔 但是我覺得數量 並不用這麼多喔 主要還是靠這個擊兵喔 去硬戳就好了 好 這邊孟加拉被戳掉 非常多的一個清奇兵 欸 結果這邊 發展題想要出肉麻 再擋一下箭矢傷害 但是 肉麻還是有點慘喔 後來就直接倒地了 OK這邊清奇兵 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可以輸出 這邊可能要硬打了嗎 我總覺得 孟加拉是在玩弄對手 好 大象還直接往前走 嗯 相公無情輸出 這邊在六 六級兵 好 看到機會 一倒 也到了 相公直接往前 平A 先前兵也 平A開始 大藍瓶這邊 彈藥良絕 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小高地 相公上這個高地就無敵了 哇 原相公還有二十六隻啊 好 這邊直接讓肉麻 直接無情開砍 大量村民直接原地往生 這裡好一堆戰毛兵 直接用前兵過來包夾 最後的戰毛兵被收掉 就沒救了 半戰艇打出了軍局 好來看一下這邊經濟就好 看其他不用講了吧 這個打到後期有點太扯了 哇靠 八萬兩千肉 這個 這個 這個有點難受啊 八萬兩千的肉量 這個可以出一千多隻的輕騎兵 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來看一下殺敵樹 這邊 孟加拉殺了一千一百六十個單位 這邊 半戰艇只殺了六百九十獸 兵器是用垃圾兵 對手出的兵 也是這種高貴的 相公兵種 又貴又大的一個大象 所以這邊 戰損比看起來我覺得算是蠻正常 而且半戰艇其實殺的算蠻多的 畢竟孟加拉只出大象跟輕騎兵 那前面只有少量工兵跟這個毛兵 那半戰艇我覺得這場也是打的算不錯 但蠻可惜的 這邊沒有全出擊兵加大量火炮 去解後面的相公部隊 算是後期轉型轉的比較晚一點 可能第一次遇到相公這種大量作戰的關係 畢竟這個戰術是非常少見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也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